美国在亚洲势力不如以往 现在只能紧抓着日本来围堵大陆嘛 但是呢 日本也不想得罪大陆 因为呢 经济跟大陆依存度实在太高了 所以呢 美日联盟也出现了破口吗 我们来看到16号呢 美国总统呢 拜登跟日本首相菅义伟 不是呢 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之后 结果呢 联合发表了声明 强调呢 台湾海峡的和平重要性 还有呢 这个稳定的很重要 但是呢 这是自1969年以来 美日两国的领导人 首次在一份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及了台湾 没想到引发最多讨论的 就是呢 台湾 香港跟新疆的议题 不止呢 我们来看到 是这个日本的外务省的会议记录 竟然只字未提我刚才讲的 台湾 香港跟新疆 那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表态吗 21号的时候 日本首相菅义伟啊 再回答一位呢 共产党的 我们看到反对派的政治家 在众议院提出来 关于呢 日本对于台湾的承诺的 细节问题的时候 菅义伟他却说 说什么呢 说呢 跟美国谈的声明啊 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但是 但是来了哦 根本没有预设军事的参与 日本NHK电视台还说啊 这个菅义伟他有表示说 围绕在台湾问题 希望呢 当时的双方 也就台湾跟中国大陆 能够透过直接的对话 和平解决 这是日本呢 一贯的立场 写入联合声明呢 则是作为美日共同的立场 但是呢 更加明确的清晰 说呢 这对于台湾海峡的和平 跟稳定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你觉得呢 日本对于美国 是不是也在玩两面手法呢 是了加一 不是了加二 我们来子评聊聊 还有呢 菅义伟的谈话 也被解读 是避免呢 刺激到了大陆吗 因为呢 这个拜登跟菅义伟 在4月16号的时候 不是有发表涉及了 东海啊 南海啊 香港跟新疆等等的问题 还有说呢 台湾的共同声明之后呢 我们看到呢 是大陆的驻 美国大使馆立即就发表声明说 表达强烈的不满 还有呢 坚决的反对 好 声明当中有说呢 台湾 香港跟涉疆的问题 是中国大陆内政的问题 东海 南海涉及了 中国领土的主权 还有海洋的权益 这些问题都关乎 中国大陆的根本利益 不容干涉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也说呢 中方注意到了 有关的相关报道 已经呢 跟日本的领导人 访美两国勾连对华 消极的动向 向美国跟日本 表达了严重关切 而且呢 还要求你 日美啊 应该严肃对待 中国大陆关切 还有要求 不得呢 采取干涉中国利益 损害中国的内政的言行 不得搞所谓的 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中方呢 将会视情况 做出必要回应 东基大学 早稻田的国际关系的这个助理教授 本阿西奥西 他怎么说呢 他在分析呢 台湾问题上 他认为呢 菅义伟啊 他是处于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境地 也就是说呢 你要他说什么 或不做什么 都有点尴尬 而且呢 你若他都不说的话 恐怕会对于 日美的安全联盟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 菅义伟又另外一边 他的确讲了 但另外一边呢 他又需要 跟他的国内的听众 国内的支持者 明确的表示 日本是不会为了台湾问题 而开战的 所以才会出现说 菅义伟明确的表示 日本不会介入 军事的台海冲突啊 我们来看到 另外这个菅义伟表态了 还有呢 为了避免会刺激大陆 所以呢 位在东京的菅义伟呢 其实也避免去参拜了 靖国神社 因为靖国神社呢 供奉的是二战的 日本甲级战犯 昨天呢 他们举行了 为期两天的春季的例行大典 那日本首相呢 菅义伟向神社供奉了贡品 但是他没有亲自到现场 那前首相安倍晶三 则是有来到神社来参拜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其实在当天的时候就有说 他们是一贯坚决反对 日本政要的错误作法 还说呢 靖国神社 供奉日本对外侵略战争 负有直接责任的 二战甲级战犯 中方啊 敦促日方要恪守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 要正视呢 还有深切的反省 反省清华的历史 甚至呢 还有呢 军国主义的划清界限 要用实际的行动呢 要取信于亚洲铃国 还有国际社会 菅义伟现在呢 选择只是用共评的方式 而非出席 也被解读 是要为了跟大陆来表态 好 接着我们要视讯前驻纽西亚大使 借文集 借大使晚安 家园晚安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大使跟你请教一下 日本首相菅义伟啊 在之前的时候 16号在美日联合声明的时候 有提到台湾海峡的稳定 但是呢 最新他说法是说 这根本就没有预设要军事参与 代表他没有要出兵 来替台湾打仗 这个最新说法您怎么看 这个本来就是他的意思啊 他现在要特别再把话讲清楚一点 因为他这个 两边的这个共同宣言啊 他去华府 外界的揣测很多 包括日本啊 尤其我们台湾啊 也有一些媒体不断在炒作 把他扩张解释 所以为了避免 我想为了避免外界的这个 这个猜测 往错的方向 他这次就 借着在国会打询的时候 就一次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日本自卫队不可能投入 任何环绕台湾的军事突发事件 因为这些话 他在这个联合宣言里面的话 没有讲清楚 所以这次他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因为如果被解释成他会对于台海 用兵的话 那这件事日本会有不可承担之重 而且会给日本带来立刻立刻的 不但是压力可能会造成很多实质的上的损失 所以我想他讲这句话是想这些话 是一种补充 而且最重要表明态度 那么我想这样也外界啊 这种各种猜测 尤其我们国内啊 可能有一些人啊 这种啊妄加采测的结果啊 会让这个情势变得更复杂 所以我想他就要借这个机会把话讲清楚 因为从头到尾我就不认为日本会可能会用兵 他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也没有这个实力 大使跟你请教一下 就是呢日本会这样子的特别的讲法 也被讲说是不是有可能跟美国老大哥 逼他逼的太紧了 所以他也必须要讲说 对啦是美国要我们写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就实际上来讲话 他也没有想要跟中国大陆来进行刺激吧 对其实美国一直希望他做表态 可是呢日本都是要考量他自己国家的利益 他是一直都很审慎 而且整个说起来 记不记得上一次这个布林肯 在这个被记者访问的时候 记者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啊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是不是要出兵 他说他不回答假设的问题啊 不过他会继续啊 加强台湾的自主防卫力量 那美国都不敢做任何承诺了 日本是美国的小弟 他更不愿意做承诺啊 而且他在这个联合宣言里面 也是跟美国周旋了半天 做出那样子的文字表达 那因为外界后来有一些这个比较扩充 或者说扩张性的解释 那逼着他日本啊 一定要再把这事情理清 因为日本是没有本钱 涉入到台海的军事冲突里面的 我想日本第一个没有必要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更不符合他的国家利益 所以这一次讲话应该让我们国内 尤其我们蔡英文政府啊 应该把这个我们面临到的国际现实 尤其日本对台海的态度的这个底牌啊 应该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才对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建大使跟我们参与讨论 谢谢 日本呢最近真的是好多事啊 都需要呢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帮忙 尤其是东京的奥运嘛 疫情这么严重 如果中美不帮忙的话 日本奥运还办得下去吗 但是我们看到4月19号 东京的奥运会宣布呢 运动员餐厅的 大家的食物计划当中的菜单 我们来看到这个菜单 让大家真的有一点点傻眼了 因为他的食材这个 竟然有辅导县里面的食材 你没有听错辅导 就是要排放喝污水的辅导 要给全世界的运动员吃的这一道菜 这一道清单的料理 他获得了学生奖 叫做乌冬面 他的配菜就使用辅导县的桃子 这就连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 甚至有日本网呢 有人就说 就好像用车诺比的附近的食物 招待全世界的运动员一样 觉得好失礼啊 日本的菜单引发争议的 还不只是这一件 4月1号的时候 辅导海域捕捞了一条黑鲑鱼 没想到那么好吃的黑鲑鱼 被验出了每公斤 含有270贝克勒尔的相关的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超过了食用安全的标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辅导海域的黑鲑鱼 被禁止上市了 所以你知道吗 韩国很担心这种核污染的问题 他们居然还考虑要自带食材 要去参加东京奥运 再来看到的就是说呢 日本东电为了要处理辅导的核废水嘛 所以开发一套哦 这叫做多核素处理系统 英文简单叫ALPS 但是呢 从2013年开始 它启用到现在1月为止 你知道吗 经过呢 ALPS处理过还有储存的核废水呢 核污水有124万公顿 联合国呢 有一份调查声明当中 它有特别来强调了 ALPS呢 不能完全消除啊 而且呢 这个核废水当中的放射物质 即使是经过二次的处理 也没有办法保证完全能够消除的 4月13号我们来看到 这是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 它就有文章指出来 它说呢 ALPS在进化的处理过程当中 不时会漏掉了 一个金再一个了 了孤跟丝这些呢 危险的同位素 就连呢 日本东电在2020的 12月的一份文件当中 它也有显示 在两次处理之后 还是有发现 川啊 0.129啦 色135啦 碳14等12种 12种半衰期很长的 放射性的物质 所以你怎么处理 还是有这些东西啊 日本东电怎么都没有讲实话呢 而且呢 日本的原子能呢 规制的委员会委员长呢 在接受了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又谈成 对啦 因为呢 基于处理核废水嘛 省略掉部分 ALPS运行前的检查手续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ALPS呢 从2013年运行到现在 都已经8年了 一直都是处在 市营运的一个状态 但是日本政府 却用呢 这个福岛核污水 已经被进化过了嘛 我们已经用 ALPS来进化过了 所以连核都没问题啊 IP根本就是粉饰太平嘛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韩国外交部呢 在4月20号 有提出报告 说呢 要透过呢 国际原子能的机构 联合国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 等等的国际组织 要因应呢 日本将福岛核污水 排入海中的问题呢 来看到 国际的原子能机构 总署呢 他有表示 说呢 参与呢 监督日本排放核废水的 这个国际的查核组呢 因为韩国呢 在原子能领域 拥有好多好多的专业人才 因此呢 跟韩国的专家 要来进行合作 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他们呢 也特别强调说 国际原能会的机构 将会以中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组织的任务 是要确保呢 核废水排入海中的过程当中 符合了国际的认定标准 以前的国际原能的机构 IAEA 成立在1957年 那他是为了什么 要促进了世界的 核子的领域的 科学技术合作跟对话 也是联合国系统当中呢 很重要的一部分 总部呢 卫视在奥地利 维也纳 目前有172个成员国 IAEA的安全审查 还有其他技术的标准 为了保护呢 民众跟环境免受辐射性的伤害 过去10年来 IAEA跟日本在福岛电厂的辐射监测啦 还有呢 修复 还有呢 这个废物管理的电厂合作等等 都有进行相关的合作 但是我们看到呢 看到大陆跟南韩 对于呢 日本的核污水的态度都很 怎么样 很强硬但是反观呢 台湾的驻日代表谢长廷 确实在脸书表示说台湾有三座的核电厂的污水啊 也都是排入海的 抗议呢 这个日本排放就难是怎么样 义正词言了嘛 但是呢 这个在台湾的部分 在野党立委就痛批啊 我们台湾排的这个 这个是要冷却水 日本是核污水 核废水 就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驻日大使呢 在脸书却在带风向 严重的伤害了国家的形象 台湾的原人会的主委谢小新 他也回答说 谢长廷 他不是核工专家 他说的太过头了 很多东西 他不是专业嘛 他不是专业 他讲话的时候 他导心你们只知道 所有的电厂都有在排放 我哪知道我们现在 他会 那我们都知道就好 他会以这个一般人的这个认知 他会讲这种话 这个我真的不行 我只能这样讲 核废水当然是 如果日本的说法是日本的说法 我们的说法是我们的说法 我当然是觉得 不是依应用嘛 就这么简单 当你听到核废水的时候 你会去饮用吗 对不对 就是从脏水 你会喝吗 是不是 那你脏水也要经过过滤了以后 变成干净的水 全球大事也请来 请收看 还要订阅全球大事的频道 中美大战 还要比谁更有大国的样子 尤其要比谁能够 作为世界的榜样 美国总统拜登 有坦诚 在电动车的领域之上 美国输给大陆太多太多了 我们说到了环保 各国大厂 纷纷的投入了 大笔资金 要进行电动车的产业 大陆更是力推电动车 根据市场的机构研究调查 你知道吗 大陆的汽车的制造商 在2020的时候 大概销售了 130万辆的电动汽车 美国只有多少 32.8万 所以差了快四倍之多 尤其美国总统拜登 之前有宣布 2.25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当中 就有特别提到说要投资电动车的市场 要增设电动车的充电站 根据外媒报道 拜登认为美国真的需要提高电动车的产能 并且要赶上大陆 他还坦言说 我们真的怎么样 落后大陆太多太多了 接着我们来看到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显示 2021年的时候 前三个月 中国大陆电动汽车的销量 较去年同级增长了近两倍 达到了多少 达到了51.5万的汽车 而且目前大陆电动车的销售量 占了全球销售量的近一半 已经成为全球的车厂 抢劲的摊头堡 大家都想要看到来抢中国大陆的市场 但是根据陆媒的报道 今年上海的车展当中 就有将近150款的新车 是跟电动车绝对是重要的焦点 尤其大陆工信部 还有公布最新的数据也显示 说什么呢 说这个是今年新的一季当中 新能源的汽车产量增长了3.1倍 实际上去年11月 大陆国务院就有发布了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规划 2021年到2035年 提出了所谓的2025年的 新能源车的销售量 要占汽车新车的总量的20% 而且要力争到2035年的时候 新能源的汽车核心技术呢 要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准 所以我们都说呢 大陆呢只要制定了目标之后呢 它都会往这个方向来前进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们要积极发展电动车 为了支持电动车的全力发展呢 中国积极的推动了新的基础建设 要加快呢充电的基础建设啦 还有加快呢 这个充电桩啊 这些相关的需求 因为要解决呢 换电这个重要的问题 不然的话你充电那么难的话 你的电动车就无法发展起来了嘛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它还要呢 要鼓励大家一起投入 电动车的相关市场当中 而且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的百家争鸣 自主品牌可是说非常的多 科技巨头通通都投入了 变成了造车新势力当中 有所谓的中国电动车三雄 也就是蔚来 以及呢小鹏 还有呢我们看到了就是理想 他先后的登上了美国的股市 除了呢政策鼓励之外 这三家都很有背景 都有中国网络的巨拨来支持当中 我们看到呢理想呢 就是呢靠着这个美国的创办人 这个叫做王兴 蔚来的股东呢 则是有腾讯 小鹏呢则是阿里巴巴 还有小米 而小米呢最近呢也宣布呢 要加入了造车的战局 今年上海车展当中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 科技业异军突起 特别是呢中国厂商呢 目前表态要电动车 开发的有百度 以及呢在这一回 在参长当中呢 有看到的是华为 都要来加入这个电动车的产业 说到大陆电动车的市场 你知道吗 在今年的上海车展上呢 华为正式发表了 跟重庆小康工业集团合作推出来的 智慧汽车叫赛利斯SF5 起标的价呢 起售价是人民币 21.68万元 台币大概是93万 那目前呢有三辆的赛利斯SF5呢 开进了华为 在上海的南京东路的 全球最大的旗舰店 这也是宣告呢 华为啊要正式的进入了 汽车的市场了 而且呢这一款车子你知道吗 也是呢当下呢 三大造车的新势力 刚刚说的 包括了 蔚来啊 小鹏啊 或理想他们所主导的一个车型 那华为推出的赛利斯SF5呢 而且蔚来还是希望怎么样 要跟这个三大的造车势力一样呢 能够迅速打开的市场 那定价方面 他则是瞄准了特斯拉 Model 3 他要进行他的一展长才 那我们来介绍他这一款车 他是呢混合电力的汽车 那续航力呢 大概是180公里 在市区呢 你能够上下班 绝对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使用电池 如果长途开的话呢 则是可以使用汽油 路面有报道呢 这一款车子呢 和华为的相关通路的销售 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而且呢 如果说要交车的话 会落在明年的五月 接着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呢 关心的是说 大陆电动车的竞争好激烈 所以呢 更应该要关注的是 消费者的感受 但是呢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呢 近期啊 在大陆可以说呢 风波不断 这件事啊 就是呢 有车主写着呢 刹车失灵这个衣服 这个女生 他在上海的车展当中呢 指控特斯拉的产品品质有问题 特斯拉一开始态度好强硬啊 说呢 对不合理的诉求 我们不妥协 但是同样的态度呢 也引发大陆的网友抵制 后来呢 紧急发出了声明道歉之后 最新的消息是 特斯拉 他愿意提供 事发前半小时的车辆 完整的原始数据 希望能够早日还原真相 上海车展事件 事发之后呢 风波越演越烈 大陆的官媒呢 其实还有一些网民呢 纷纷的针对特斯拉展开的批评 让特斯拉呢 20号深夜 紧急的出面道歉 表示尊重 并且呢 表示说呢 会服从政府各相关的部门的决定 让这个车主呢 其实是在7号的时候 就跟郑州的市的相关监管局有投诉 那这件事呢 因为越来越大 演得越来越大之后 郑州市呢 其实他有说 要求特斯拉你必须要有一些无条件商该的车主 提供呢 你事发前半小时的完整的行车的数据嘛 那特斯拉中国21号再度发表声明说 他愿意要提供事发前半小时的车辆的原始数据 给第三方来鉴定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特斯拉他低头了 他道歉了 因为呢 他也不能够失去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市场 好 我们接着来看到说 中国大陆呢 已经崛起了 美国也很担心怎么样 自己的地位不保了 所以呢 为了对抗中国大陆 他们为了来确保 未来数十年 有能力跟中国大陆来全方面竞争 所以两党的资深议员呢 本来都不合的 现在呢 合力推动了美国的抗中法案 今天顺利通过了 那我们看到呢 大陆反应 大陆的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痛批呢 这个法案充斥的冷战的思维 还有呢 意识形态的偏见 甚至呢 他还说你是污蔑抹黑 中国大陆发展的策略 还有对外的政策 是粗暴的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用心险恶 损人害己 要表达强烈的不满 跟坚决的反对 那其实呢 他有七大的亮点 我们带大家一一来看一下 上一章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这个法案 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这么样的生气呢 第一个他是说 要帮助呢 美国的企业要测出中国 而且要分散供应链 还要提出一带一路的相关的因应方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说每年要挹注三亿元的美金 要对抗呢 中国大陆全球的恶意的影响力 接着呢 来看到第三点 就是要对抗数位的威权 还有呢 要跟台湾哦 日本跟欧洲 五眼联盟 这些要签署呢 数位的贸易协定 另外呢 还有说 美国应该要着重在印太 反制中国大陆的军事扩张 以及对台湾的野心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七点当中 有四点就跟台湾有相关 还有呢 说台湾为美国的印太战略 很重要的一环 要强化伙伴的关系 接着来看到 还有第六点说 要提升呢 美台的关系 呼吁呢 同等的对待台湾跟他国的政府 最后一点呢 则是呢 来看到说 要推动呢 美国的价值 要挹注经费 要促进香港的民主 扩大新疆的制裁 这七点可以看得出来 让中国大陆非常的感冒 但是呢 尽管大陆呢 其实有一些被围堵的 不过他也有突围的 很有掌握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呢 昨天跟德国的外交部长 有进行视讯磋商 王毅说呢 双方应该共同来抵制 脱钩逆流 维护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链 要进行顺畅 中德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中国大陆呢 跟德国的交易 那德国也说 他也希望 能够跟中国一起来合作